一家鑄造廠以20個單位層B運送引擎體 因為製程是不完美 不可避免會出現挾織領 但是為了找出一項挾織 我們必須將引擎體損毀 因此不可能測試每一個引擎體 接受一貨之前選出三件進行測試 假設某一貨確實包含五件挾織領 並S表示要本類挾織領的數目 那麼S的機率密度是 S的機率密度是 C5取S 然後15取3-S 然後20取3 那它應該就是說 現在 五件挾織領 可以那個五件挾織領 這裡R它用五件挾織領 所以它的R代表的是 我們的成功通常是代表好對不對 那它現在的成功剛好代表相反的 是挾織領 也可以啊 挾織代表 反正那個意義你可以隨便討論 那所以就是現在這個R呢 瑕織領就是白球啦 從 從 R 的瑕織領裡面 抽出 總共會有抽到幾個瑕織領呢 然後N-R 應該就是不是瑕織領的 不是瑕織領的呢 那會有N-S的 總共所有不是瑕織領裡面 會被抽出來的有N-S的 總共不是瑕織領有N-R的 那會被抽出來的有N-S的 那你就這樣套進去 那總共全部的總數呢 瑕織和非瑕織總共是20 那 那 抽出來的呢 是三個 OK 那你就這樣去套喔 其實每一個 你會發現好像在 在 在 在一個問題上面指示 到底我要看的是哪個變數 就是 我要看的是哪一個變數 我要觀察的是哪一個變數 它其他的是預算條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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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樣 所以 這個題目 其實我發現我自然原 這樣檢測起來 真的很麻煩 這個 沒辦法解釋這種 題目的自然原 意義很難解釋 那 再看 判定3點7點3好了 機器在一小時內填充100瓶啤酒 每小時隨機抽樣20瓶檢查 每一瓶的暗示處 一年時發現有幾瓶啤酒是不足量的 假設在某個小時出現100瓶不足量 找出用本中至少有3瓶不足量的機率 某個小時附現100瓶不足量 這是所有的啦 所有的不足量 那全部1000瓶 那代表說有 就是 1000瓶裡面呢 某個小時有100瓶不足量 那代表有900瓶是足量 對不對 100瓶不足量 900瓶足量 但是我每小時只隨機抽出20瓶 那這是什麼 N呢 在這個問題裡面 N就是那個1000瓶 對不對 現在啤酒的這個問題 N就是1000瓶 那 那個小N是多少 小N就是你抽出來幾瓶嘛 對不對 對 小N 以這一瓶而言 就是你抽出 每小時隨機抽出20瓶 欸小N是20 那 R是什麼 R是 某小時出現100瓶不足量 所以這個R是100 R 是1000 20 那剩下的就是S 就是說 這100瓶裡面 100瓶不足量裡面 可以抽出了幾瓶 不足量 那那個就是S 到底會抽到幾瓶呢 不一定的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可能抽到超過100瓶 不可能 也不可能超過20瓶對不對 因為你只抽20瓶 怎麼可能超過20 所以 這個S一定是在0到20之間 以這個例子 那0到20之間 到底 0平的 幾率是多少 1平的幾率是多少 2平的幾率是多少 就這樣 那那個就是它的 幾率無數來說 這樣OK嗎 好啊 那有了這個之後 再來看下一個 最後 不把雙分配 這個 這個 非常重要 那這個 你一開始 他會覺得 好怪好怪 而且跟白努力 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柏努力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呢 待會兒我會告訴你 他其實還是從柏努力來 只是他做了一個 非常奇特的事情 就是 把那個 陀努力的 總數變無限大 陀努力的總數變無限大 之後 就會變成布瓦松跟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布瓦松跟配 你一開始會覺得很怪 最後想討論的是 林善家族的布瓦松隨機變數 3、4、4、10頁 根據 3、4、10頁 3、4、10頁 布瓦松跟配 布瓦松跟配 根據法國數學家 Simon Dennis Poisson 這就是Poisson 叫布瓦松 分配的名義 Poisson 那命名 在初等為級分裡面 學過 函數1的Z次方 和麥克羅林極速展開式 還記得嗎 麥克羅林極速就是 太熱展開式的那個極速 OK 太熱展開式的那個極速 1的Z次方 它的太熱展開式 就是1加Z加2 接分之Z兩方 加3接分之Z三方 好 然後一直寫下去 對不對 K接分之Z K48 那接下來呢 布瓦松分配是什麼 就是那個 K接分之Z K48 但是前面再乘1 前面再乘1 1的附件 好 所以 這裡 布瓦松分配 會有點麻煩 好 好 布瓦松分配 它是 F S W S 接分之1 等 1等 然後 A等 S 這個 你會覺得很怪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分配是怎麼來的 一開始覺得很怪 那我們先 先 一開始 我們沒有辦法談論它是怎麼來的 但是等一下我們會 解釋 好 那 通常 我告訴各位 我們不會寫K 因為在數學上面 大家有一個約定組織的慣例 那 在某一個 譬如說 某一個分配上面 用哪些變成名稱 通常都已經不只固定了 那 如果我們寫K的話 因為K用在很多地方 所以 其實 也不是很好 通常我們會這樣寫 S 接分之1 的 布瓦松分之 瓦松分之 瓦松分之 那 你在機率裡面 你一看到浪法 你就會想到布瓦松 因為浪法在機率的分布模型裡面 幾乎只有布瓦松用它 所以浪法就變成機率裡面一個大家共識 你看到浪法就布瓦松 而且這個浪法是有意義的 這個浪法就是說 每單位 每單位 一個連續的 連續的空間裡面 每單位時間 會出現幾個料理 你知道 一個連續的空間裡面呢 每單位時間會出現幾個我們所要的料理 那這個出現幾個的這個 可能是一個嗎 可能是兩個 可能是五個 那這個一個兩個或五個 代表這個幾個的隨機變數 就是布瓦松所要探討的那個量 這樣了解 那我們先看一個例子好了 先看一個例子 這樣各位會比較了解 來 請看三支四十頁的最下面 三支四十頁的最下面 布瓦松隨機變數 常伴隨著所謂布瓦松過程 布瓦松過程牽涉在連續時間 長度或是空間和區間內觀察離散事件 請注意它是個離散分配 它不是個連續分配 它是個離散 所以它的那個s只有01230 那我們所使用區間這個詞 描述一般的布瓦松過程 但是這0j是一般數學觀念的區間 不是數學觀念的區間 也就是說 它不一定是 A小1等 S小1等 V這種區間 它可能是一滴血液 一滴血液 就是哪一個區間 它有一個包覆板 對不對 它有一個量 血液的 血液的幾CC這個量 這種都是連續區間 其中離散事件是觀察到1顆白雪球 在一滴血液裡面觀察到1顆白雪球 你不會觀察到0.5顆白雪球 你也不會觀察到2.5顆白雪球 因為你觀察到的白雪球數量一定是整數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會靠用布瓦松分布來算 說那 它的機率應該是多少 那算什麼的機率呢 來看 我們觀察三個月內核電廠 輻射器的外洩次數 那這種外洩次數 它是一個離散的量 但是呢 它是三個月 三個月是一個連續區間 連續區間裡面的離散量 我們就可以套用布瓦松 好 那 布瓦松感興趣的變數是S 它在長度S的單位裡面 往事件出現的次數 那 這裡 你會看到它用S 其實 其實 更簡單的是 它是在 長度1的單位裡面出現浪打次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最後只有一個 最後只有一個 參數浪打 其他那種S 你沒有看到S 有沒有看到K K在這裡有看到 但是在最後你會發現 我們根本不需要S也不叫K 因為浪打等於A 浪打等於S 這樣就好 浪打S 浪打S等於K 浪打S等於A 那讓達不是k分之s 讓達就等於s分之k 所以讓達等於s分之k 那最後你只要知道這個讓達 就是說每單位長度裡面出現平均出現幾顆 每單位長度裡面平均出現幾顆 就可以完全描述這個分布 你不需要說每s單位 每單位長度裡面出現幾顆 就可以描述這個分布 那這一個目前一開始我們會覺得 哪裡理解我們看一個範例 範例3.8.1 健康人體的白雪球數目 平均最低為每立方公里6000顆 為了查出一個白雪球缺乏的病人 取出0.0013公里的血跌 發現白雪球數為s 預期在正常人體內有多少白雪球呢 如果最多找到兩個 可以證明使人患有白雪球缺乏症嗎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醫療問題 你不能夠說 我為了要測這個人有沒有平雪 我把他全身的血全部抽8 然後抽8之後我看到底有幾個 然後我再證明你有沒有平雪 那個人早就死掉了 所以你不能說抽了500CC吧 500CC我其實也好嗎 我強壯的人 強壯的人 OK啦 他已經平雪了 你還給他抽500CC 你是要拉命嗎 他搞不好已經 要急救了 你還抽他500CC 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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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所以 他們通常只抽一小針口 一小針口 已經算多了 那為了 減低傷害 他只抽一滴雪來決定 OK 那只抽一滴雪 問題是他這個一滴雪實在是很小滴 0.001 一方公里而已 那發現 發現 他呢 嗯 這個例子裡面 找到 最多只找到兩個 白雪球 那能不能證明 這個人有平雪的 那根據題目 請問 0.001一方公里的雪 應該平均有幾 斷雪球 根據題目 請您直接看 6顆 6顆對不對 為什麼是6顆 因為6000乘以0.001 對 6000乘以0.001 應該是6顆 那他只找到2顆 所以代表比較少 不到平均量 對不對 那問題是這個不到平均量 到底 到底有 多不到 到底不到的 不到的程度是 非常嚴重 還是不太嚴重的 6顆只找到2顆 就是說應該要有6顆 但是我只找到2顆 到底算是很嚴重啊 OK 差3倍目前我們看起來是有點嚴重 對不對 但是 對啊 或許1YD就有3顆 搞不好1YD有10幾顆 不一定啊 對不對 那你真的很難講說 是不是啊 但是問題是 你只單純就1滴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我如果只根據這一滴來看的話 你永遠都會覺得不夠的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假設我抽1小管 我抽1小管 但是呢 他平均 平均一小管 假設他應該是 是600顆 一小管假設應該是600顆 那最後呢 我只發現 400顆 那你覺得 他平血算不算嚴重 蠻嚴重的 600顆只抽到400顆 算不算 算不算嚴重呢 白血球過低 算不算嚴重 那他跟6顆只抽到2顆 哪一個比較嚴重 6顆只抽到2顆 算比較嚴重嗎 真的嗎 6顆 6顆 他600顆抽到400顆 到底跟6顆只抽到2顆 哪一個比較嚴重呢 6顆 樣本 樣本比較多 其實他比較有代表力 對不對 他600顆抽到400顆 跟6顆抽到4顆的解讀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600顆抽到400顆 我們 我們可能幾乎可以斷定這個平權 但是我6顆抽到4顆 我幾乎很難斷定他平權 對不對 因為這裡有一個大數碼 你數量大的時候 它的代表性強 這在統計上面幾乎是不便的 就是說你抽得多 你幾乎就可以確定那件事情 但是你抽得少就很難 確定 樣本越多越好 那當然是要客觀的樣本 有偏差的樣本 就不行 要客觀的樣本 而且最好是有獨立性的 如果沒有獨立性 大家都相關在一起 那這種樣本 也很難去理清 譬如說舉個意思 我想 知道說 我想知道 所有人裡面 有得艾滋病比例的人數 那現在的所有人 這麼多有得艾滋病比例的人 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我去抽樣的時候 我去河南的艾滋村 去做抽樣 那你就會發現一個很高的舉例 那顯然是錯誤的 錯誤的抽樣的樣子 所以當你要抽樣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做 應該去一個正常的地方 比較正常的地方 因為問題是每一個地方 都有它的偏差 每個地方都有偏差 就說我就在證監教去抽 那或者是舉個例子 我就在那個小泉門口 然後劍的人就會 他兒子就抽了 那這會有異例偏差 那另外一個是你抽不到啊 因為正常的人他給你抽 你覺得他抽了有送一瓶牛奶 就讓你抽了 那結果那個 他本身就已經知道自己有的人 他絕對不會讓你抽 對不對 那這樣你的調查就可能很難做 對 所以其實正在抽樣上面 很有他的那個難度 有些問題就是從抽樣 對阿 他就不跟你抽阿 但 甚至有 但是你有某些情況之下 你會 可以用各種方式去了解 例如說你的抽選呢 是以那種緊急送一的三萬 那緊急送一的三萬 照理講緊急送一跟艾滋病這件事情 我們假設他們是無關的吧 那我從緊急送一的三萬裡面 抽出有多少艾滋病的比例 或許那個比例就具有哪種指標的代表性 那因為那時候也被你抽不可 所以你抽得到 那如果 你可以找出一個跟他獨立的一個區域 那個獨立的區域 反正也就可以做那種行為 那這樣子 做出來的東西 就會百分之 也不會碰到剛剛那種問題 那這個布瓦松分布最困擾的地方 是在前面的麥克羅營基礎 對 你不覺得嗎 布瓦松分布 為什麼一定要長這樣 為什麼我要用一個B的負浪 浪達四方才能浪達S 四方處理S間 它有什麼直覺意義嗎 它 我們剛剛所講的二項分布 負二項分布 超級合分布 通通都有直覺意義 都是幾個球 幾個白球 幾個雷球 幾個成功 幾個失敗 幾個零 幾個零 就解決了 那布瓦松分布有什麼直覺意義說公式非得要寫成這樣不可 誰能告訴我 非得要寫成這樣不定 定理 問題是這定理一定有個依據啊 不是隨便斷說套個定理 因為這是定理 因為這是總統講的 是這樣 不會啊 我們科學的東西不會這樣子說 因為總統講的所以他變定理 政治才是這樣 對不對 科學不是這樣 那數學家不會因為說 這個定理是這個數學家發比 因為這個數學家等於莫貝爾講 所以我們認為說他應該要是肯定理 他一定要用一個很強有力的證明 來說服大家 問題是這個強有力的證明是什麼 那這裡可以解釋 但是在解釋之前我們必須要先跟各位複習一下曼克羅人提示 好吧 好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一啊 我先問周圍這個問題 什麼叫做一 自然底素 什麼叫自然底素 有 到底哪裡自然呢 自然對數的那個一 有沒有 到底哪裡自然 那自然在哪裡 好 他的數值是多少 2.71828 問題是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好奇怪 對不對 那我可以理解π對不對 π等於3.1405952637 我可以理解π 因為π是圓中率 我看得到圓 我也知道圓是什麼 但是我看不到一 那我怎麼理解一這個東西呢 好 那我告訴各位 E 有一個簡單的公式 叫做這個 分極限乎關 LinicN出現無限大 E加S分之1 的S字 不是 S N 這個就是E E等於這個 會覺得很怪 會覺得很怪 E加N分之1的N字8 你到底是什麼 這是E的定義 所以定義是不用正義 對不對 我就定義 E就是這個符號的解寫 真的不用正義 但是我為什麼要這樣定義 我為什麼要這樣定義 蛤 那 這個E的發明真的是很神奇的問題 E 之所以叫E是因為 E 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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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拉創造出這個E這個數字 那後來他發現這個東西在微基關裡面 超級重要 那在微基關裡面有什麼超級重要的P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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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1的S4方的微分就是1的S4方 這在微基關裡面可以視為第一定義 好 那 這個 使得E這個數字在微基關裡面具有非常非常特別的重要性 因為它是微分的單位元素 好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麥克羅人的奇數 好 如果要解釋這個王比勇 真的很難解釋它 如果你去找那個 我記得天下有一個叫做 宇宙的六個神奇數字 那 一個是Pi 一個是E 那剩下四個 真的不曉得是什麼 那這真的是宇宙的六個神奇數字之一了 那 那 來 什麼叫做 麥克羅人的奇數 要從胎熱整胎式來看 對不對 那 什麼叫做胎熱整胎式呢 胎熱整胎式就是 我一個 函數Fx 它等於什麼 等於 F F 微積分 太熱展開式 這個 來看一下 各位不是我學微積分 學一學期 還一點 一學期 一學期 有學到太熱展開式嗎 啊 展開式 太熱展開式 沒有學到太熱展開式 不要自己決定 沒有啊 你的學都 OK 好 那我們 沒有學太熱展開式 好 沒關係 來 我們把它從頭講 從頭講 喔 數值幫寶裡面也有數的證 現在認在上 其實微積分裡面一定有 保證微積分裡面一定 你的數拿出來 一定有 只是你可能老師還沒教到就結束了 對 老師還沒教到就結束了 來 我先 先把這個東西呢 做一個假設 假設什麼呢 假設 這邊請進過來 後面的同學 三位 來 過來坐在最前面 請過來 請過來 後面三位同學 你們有修正門的嗎 有嗎 請過來坐在最前面 椅子拉到這裡 來 各位知道什麼叫多向次嗎 就是一個函數 如果我們把它寫成C0加上C1S加上C2S08加上C2S108加上CAS的A4W 這個叫做多項式 你在高中的時候一定有學過什麼 二元一次、一元一次那種東西 但是我們這個只有幾元? 一元,因為只有一個變數 二元是有sy 一元就是一元多次 一元多次方成四 這種一元多次方成四 你大概可以這樣想 如果是C0的話是怎樣? C0的話就是這樣 C0 它如果是C1呢? C1S呢? C1S1 如果是C2呢? C2S8 那我如果把某一個函數 用這樣的方式去組合出來 盡可能讓它很像 盡可能用這樣的方式 透過加法組合出來 然後讓它呢 非常像那個函數 那這時候 我的C0、C1、C5各要學什麼? 了解我的意思啊 如果我要盡量讓它很像 如果我要盡量讓它很像 那我C0、C1、C5應該取什麼呢? 好 這樣 OK嗎? 我要把這個給拆掉了 C0、C1、C5應該取什麼呢? 好,來 我們仔細觀察一下 F' 不是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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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是什麼 f' of s 應該是什麼呢 如果它可以寫成這樣的組合的話 它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c 1 加上 c 2 乘以 2 s 加 再加上 c k 乘以 k s 乘以 k 減 p 四方 這樣吧 對不對 好 那這裡就可以問 f' of s 是什麼 f' of 0 就是 c 1 對不對 對吧 因為它f' of s 是這一個式子 那f' of 0 當然這個都是0啊 這個就是0 對不對 那這個都是0的結果不就只剩下這項嗎 對啊 所以f' of 0 就是 c 1 接下來呢 f' of s 是什麼 f' of s 會變成是這項沒有的 因為它長數為分就0 長數為分0 這項還有對不對 這項數就有啥 是2 c 2 那加上這邊是什麼呢 這邊是 c k 乘以 k k 減 1 次方 然後 s 等 k 減 2 次方 對 大概是這樣 那這裡我寫不下 那所以 f' of 0 0 等於2 c 2 等於2 c 2 呢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那 c 2 是什麼 c 2 反過來 c 2 就等於2分之f' of 0 t.c 乘以為2分之f' of 0 那這裡就很有趣了 2分之f' of 0 這裡我們通常就寫2 這裡寫2 2 這裡寫2在2是為分0 所以2分之f' 2是為分0 那2分之f'二次為分0 那2分之f'二次為分0 不就是這個 這個二階分之 f 乎是為分0 這個C1不就是一階分之 f 乎0嗎 這個C0不就是 f0嗎 C1就是0 乎0 就是一階分之 f 乎0 C2就是二階分之 f 乎0 那CK呢 現在有問題來了 那CK就是 k 乎0 可以嗎 那CK既然是 k 乎0 我把它帶回去這個式子 帶回去原本我認為說 它可以用多項式組合的這個式子 那這裡不就是 f0 這裡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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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就關聯起來了 那當我這樣關聯起來之後 我如果認為一個函數可以用多項式逼近 一個函數可以用多項式逼近的話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多項式來代表這個函數 那所以我最後用這個函數來代表這個函數的結果就是這個 你就是拍了整塊字 這樣可以理解吧 OK嗎 我發現這是個大問題 大問題就是 當我在講很重要的東西的時候呢 很多人的頭是盯著電腦螢幕看 那請你們自行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有個問題 像我兒子一樣 我兒子怎麼樣呢 啊 小兒子 最近上小學一年級 然後呢 一開始 他從來沒有學過注意力 然後呢 他媽媽就說 沒有學過 所以要盯緊一點 盯緊一點 然後盯緊一點呢 結果 你知道嗎 當我的小兒子被盯很緊 他就一直在想 不要學 不要學 我不要 我可以摸魚我就摸魚 我可以不學我就不學 最後的結果呢 他媽媽壓著他學 所以如果他媽媽拜訪掉 他可以拜訪掉 我不會壓著你學 放心 但是這個問題 我想應該會當30個以上 好 我說完 這個一定會 各位自行全力 好 我會考各位太熱診開師的證明 就是剛剛講 學成是不排除 但是基本章應該不太 東西都可以用手算 我會在作業裡面加 加筆算 作業裡面加電腦算 但是我盡量不在 盡量不在 考試的時候加電腦算 因為不太合理 考試我是用筆字來加電腦算 不太合理 所以考試的時候盡量 不考那個R的操作 但是呢 我有可能考到R的問答題 R的問答題你不用算 但是你要有概念 我舉個例子 R的問答題要什麼 例如說 我給你一個 我給你一個 R的那個 那個輸入算式 然後問你這個R的輸出結果 應該是什麼 那些算式一定是你不用想 不用去實際操作電腦 你就會知道 譬如說 Style都知道了多少 那你一定不用直接去動電腦 你就可以算得出來 譬如說我把一個R的函數寫上去 那請問那個函數代入某個數值之後 結果是多少 那那個數字一定字能好一算 那再來的話可能是概念 就是 譬如說 好 好 OK 了解 那 欸 下課時間了對不對 所以 我會 要求各位 一定要來唱 好 一定要會 作業一定要唱 好的 好 絕對 好 作業一定要交 法式一定有Mate 那不過呢 我會抽 抽什麼呢 就是 當你交了作業之後呢 如果各位有一天 你收到我的Facebook訊息 那 我訊息給你問你的時候 要回答我 馬上 你看我在電腦前面 你不用立刻回答 好 就是 你這學期 一定要回答我 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什麼呢 譬如說 我覺得你的這份作業 跟別人的作業 非常像 請你解釋 了解 老師是用Facebook訊息 還是去辦公室找你 不用 不用來找我 你只要在Facebook上面 跟我解釋就好 OK 那請你解釋 如果解釋不出來 如果解釋不出來呢 那 你的手機自然就會不會過分 對 那 哪一個一期寫的這個解釋 可以嗎 一期寫的這個解釋呢 我要告訴各位就是 當你在寫作業的時候 你要寫個個性 如果你沒有個性 我們就拿你們來平均 也就是說 你跟別人一樣 我的答案 每一個字 每一行都一樣 那就出一二了 十個人請的 是不是十 OK 拿起來 好 所以 這門課 請各位 記得 作業要 老師要考 我問一問問題的時候 要被打 好 這款一定要加入 沒有加入的話 就沒得了 老師 那 那如果今天沒有下 作業之後 那可能交給你 可以 但是我會看你們交的時間 我每次看的時候呢 打成金 有沒有交 不是0與1 還是有一點分數 那那個分數呢 通常第一個交的 不會給高分 但是你要寫對 第一個交的寫作 我還是會給比較高的分數 因為他至少很努力 第一個做出來 那 因為後面交的當然就會變低分 對不對 那Facebook有一個好處 正處很明顯 誰先交誰後交 我都愛人先去組組 所以當我在打成金的時候 基本上照順序來 他就停分 你呢 我覺得這種方式 有沒有人現在要提出 意義說 老師不可以用Facebook打成金 老師 那如果他是之後 你算好之後 之後 之後才交給你 所以 公布答案 公布答案之後交 就會扣分 就會扣比較多分 因為那個 我覺得我會認為說 哪有可能 另外其實喔 不只是公布答案 就是 就是 當我看到有一百隊 那一百隊之後的人交 我就會去檢查看 跟那隊的人那一百 是不是一樣 回去吧 因為我在一百隊的時候 之後才交 又跟他一樣的話 那 你花的力氣一定 非常長 那第一百做出來的人 會 我會盡可能 幫那個第一百 第一個交的 正確的人加分 加多一點 因為 我覺得這樣才可以 OK 和里面 都喜好 謝謝 謝謝